五年前,刘大叔被确诊食管癌,好在发现得早,且及时做了根治手术,平常只需注意饮食,和常人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原先一直都是刘大叔帮着接送孙子,但自从他患癌治好后,媳妇便不让他再接送孩子,说是担心会把癌症传染给孩子。 这个说法让本来很乐观的刘大叔心里十分不痛快,明明自己的癌症已经好了,怎么还会传染呢? 很多人对于癌症十分恐惧,甚至忌讳与癌症患者握手、交谈,生怕被传染,那么癌症到底会不会传染呢? 早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就找到了答案。 一、科学家的大胆试验,一百多人被注射数亿癌细胞。 为了解决癌症的问题,科学家们大胆试验,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授萨瑟姆更是另辟蹊径,将癌细胞注射到健康人体内来观察人们是否会得癌症。 1951年,研究人员从患者海拉身上分离出了宫颈癌的癌细胞,因为其超强的无限繁殖能力,人们也利用它做了不少实验研究,萨瑟姆也在其中。 但萨瑟姆并不满足于用动物来做实验,便想着将癌细胞注射到人体内来更直观地观察,是否会因此感染上癌症。 但正常人并不会愿意来当实验品,因此萨瑟姆的初次实验是利用自己的植物质变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海拉细胞注射到前来就诊的患者体内来观察变化,结果发现注射到患者体内后,短时间会有肿块出现,但后来静都慢慢消失了。 尽管癌细胞在癌症患者体内的观察得到了一定成果,但它不满足于此,毕竟这些大多是已经患癌的病人,它希望用普通人来当实验样本进行观察研究。 于是,走火入魔的,它在美国一所监狱招募百人进行实验,结果也是一样,也就是人体能够依靠自身免疫系统与癌细胞对抗。 并获得胜利,而且人体的免疫系统还会因此得到锻炼,之后更快地做出反应。 从这个角度来说,癌症其实是无法像细菌、病毒等病原体那样在人群中传播的。 尽管萨瑟姆进行的是非法实验,是违背人伦道德的,但萨瑟姆被告后,他也仅仅是受到了社会、媒体的口诛笔伐及被吊销一年营业执照的处罚,对他的学术影响并不大。 二、家庭癌、夫妻癌究竟是怎么回事? 癌症既然不会被传染,那所谓的夫妻癌、家庭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研究发现,家庭癌可以同时发生,也可能先后出现。 而家庭成员同时或先后患癌的原因,主要是共同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环境等因素所致。 由于家庭居住环境相同,会被同一种致癌因素影响,因此会患上同一种癌症。 其中以消化道癌症最为常见,这是因为这些家庭成员都经常食用不新鲜的食物、烫食、辛辣刺激食物等,且动物蛋白摄入量少等,很容易增加食道癌等的发生风险。 夫妻癌也是如此,就拿肺癌来说,夫妻中男方若长期吸烟,那另一方也会长期被动吸烟,那两人都患肺癌的风险。 虽然癌症不会在夫妻间传染,但像乙肝病毒、HBV病毒、幽门罗杆菌、饼肝病毒等引起癌症的病毒和细菌,是可以在人与人接触中进行传播的,也会导致夫妻双方,夫畅妇随的先后患癌现象。 三、这四种致癌病毒会人传人,需警惕。 癌症本身虽然不会传染,但我们要警惕一些高危的致癌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 下面这几种癌症的致癌病毒是会传染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肝癌。 用发肝癌的乙肝病毒、饼肝病毒等致癌因素,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若不能进行治疗,就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风险。 这些病毒可通过母婴、血液急性接触传播,因此有书写史的人、医护人员及有多个性伴侣的人等是肝癌的高危人群。 建议高危人群要接种乙肝疫苗,健康人群要定期进行体检,另外肝炎患者要积极进行治疗。 二、肝颈癌。HBV病毒是肝颈癌的一种可传染致癌因素。 HBV16型和18型等高危型病毒长期持续感染,就可能增加肝颈癌的发生风险,一般会通过接触急性传播。 有多个性伴侣的人,妊娠次数较多的女性及初次性行为年龄较低的女性等,都是肝颈癌的高危人群。 建议女性要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接种HBV疫苗,一旦出现宫颈上皮内流便要遵医嘱进行治疗。 三、胃癌。胃癌可传染的高危致癌因素是幽门裸感菌。 幽门裸感菌持续感染会增加胃炎、胃癌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可通过粪口传播或口口传播。 健康人群平常要定期进行体检,平常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 一旦感染了幽门裸感菌,要积极进行治疗。 四、鼻咽癌。 EB病毒是鼻咽癌的高危致癌因素,是一种只会感染人类的病毒。 感染EB病毒后无法清除,会终身携带,增加多种疾病及肿瘤的发生风险。 EB病毒可通过唾液传播,想要预防EB病毒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饭前记得洗手。 另外还要注意集体用餐卫生,不吃其他人吃过的东西等。 癌症虽然不会传染,但某些癌症的高危致癌因素是可能会传染的。 传染之后若不积极治疗,也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因此平常要保持个人卫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另外还要定期接种疫苗避免感染,并预防癌症的发生。 四、越来越多生活方式癌,我们该如何去防治? 一改变睡眠习惯,保证睡眠充足,无论是长期熬夜,还是中午小气补觉, 都会打乱生活规律,扰乱体内生物中的时序,从而导致机体免疫能力下降, 容易感染病原体,使患癌几率大大增高。 二、食物放凉味道更鲜,别再趁热吃,中国人总喜欢趁热吃, 热腾腾的食物在冬天更是暖心暖胃,然而有些癌症可能就是被烫出来的。 长期食用过热的食物,会对人体食道壁以及背壁上的粘膜造成损害, 反复烫伤粘膜,就会形成溃疡,甚至会有癌变的风险。 三、正常三餐,切勿以零食代替主食,随着全球国际化和食品研发的创新, 市面上越来越多好吃的零食诱惑着我们, 但大部分零食都含有较高的糖分和反式脂肪酸,甚至一些油炸类零食, 可能还存在本病皮等致癌物质,长久食用或者以零食代替主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 四、释放压力,良好的心态是身体健康的保证,人的欲望非常强烈, 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总有人为了追求物质生活,常给自己施加压力, 殊不知人在一定的强压生活下,然而会让自己的寿命缩短。 压力过大会,引起身体过劳体弱,从而导致免疫能力下降, 内分泌失调,从而使患癌几率增高。 癌症不是不能预防的,只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多掌握一些癌症方面的知识,来增强防癌意识, 让身体机能处于平衡状态,癌症自然也就不会轻易靠近我们。